如果你是一个棒球迷 一定知道今年职棒界所发生的大事 一名才刚买20岁不久的日本少年 在一场职棒比赛中投出了完全比赛 这不只是日本职棒15年来第一场完全比赛 就算是棒球最高殿堂的美国职棒大联盟 也是继2012年后就不曾再出现过完全比赛 因此这名少年也将perfect game这个词 给冲上了全球网路热搜池 棒球界出现完全比赛就是会有这么大的回响 也让这名少年的绰号再次响车棒球界 他就是令和的怪物佐佐穆朗西 然而又说到棒球界里最有名的怪物 恐怕没有人比接下来我讲的这位还更有名 他的投球实力不仅比令和的怪物更厉害 他更曾在美国职棒大联盟也投出过完全比赛 甚至他的身高还比其他棒球选手都高 让他因此被称作是投手球上的巨大怪物 他就是兰德尔大卫强身 棒球迷则称他巨怪 兰德尔大卫强身 利弗摩斯是加州中部的一个小镇 虽然这里离旧金山湾区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 但因为这里与湾区隔了一座山脉 使得这里并不像湾区那样繁荣兴盛 而是一个宜然自得悠闲的小镇 当然这里的民风也相对淳朴 然而与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 大概就是住在这里的强身一家 兰迪的父亲巴德强身是当地的一名警官 并有着将近200公分的身高 这就让他父亲的威严感倍增 当然也让他的小孩们从小就高人一等 尤其兰迪更是这个基因的完美继承者 小学还没毕业他就已经有180公分高 让他简直成了一个小大人 而兰迪也不是只有身高高而已 他从小就对运动充满兴趣 尤其是各种球类运动 只是这当中他最喜欢的 并不是那个对他身高最吃香 橘黑相间的篮球 而是白色有着缝线 能一手掌握的棒球 兰迪之所以喜欢棒球更胜篮球 也跟当时美国的大环境有关 在1960-70年代 棒球在美国风靡的程度 可说是一点不亚于美式足球 那更别说还在发展中的篮球 许多运动能力优秀的小孩 要不是去打美式足球 要不是去打棒球 除非身高长得特别高 才会被抓去打篮球 而这其实就是在说兰迪 话虽如此 他篮球倒是也打得不错 高中时他曾连续两年 成为旧金山地区的得分王 这就足以显示他的篮球实力 只是比起篮球 身高高就有绝对优势 棒球就没有任何发挥身材优势的地方 至少在兰迪打棒球前 一般认知是如此 所以在他刚接触到棒球时 他就剩一名再普通不过的选手 就只是身高长得高了点罢了 而兰迪小时候 他就喜欢模仿电视上的棒球投手 并拿着父亲闲暇时打的 跟棒球差不多大小的网球 朝着车库门一直丢 直到把门给丢坏 父母这才意识到他 原来是真的这么喜爱棒球 而既然对棒球充满热爱 于是父母就鼓励他去参加 当地的哨棒联盟 让他在那能尽情发挥 然而与兰迪身高非常不匹配的 就是他害羞内向的性格 他刚到哨棒联盟没多久 就因为其他人年纪都比他大 没有熟人 让他害怕的哭着跑回家 直到在母亲的陪同下 他才勉为其难的融入哨棒队 并终于开启了他最初的棒球训练 虽然刚开始接受棒球训练的时候 兰迪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选手 但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好 进步幅度也很迅速 这都多亏他从小就自发性的在车库做投球练习 让他要比其他同龄小孩还更快就上手 与此同时他的身高也持续在成长 才升上国中不久的他 就已经跟他的父亲一样高了 先不说是在棒球场上 就连在篮球场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比他还高 他这个时刻就是真正的鹤立集群 然而身高这么高 对身性害羞的他反而造成了反效果 他不只在棒球场上因为高而受到关注 私底下的他走到哪一样备受瞩目 他对人们的眼光渐渐产生畏惧 甚至一度不想再去上学 而这状况直到他上了高中 才慢慢的开始适应 高中时兰迪并没有离开家乡 而是就近就读的利弗摩斯利高中 在这种小地方稳扎稳大的发展 也非常符合他不想受到关注的性格 而他不只有参加高中棒球队 同时也有加入篮球校队 就跟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他那高人一等的身高 哪有不打篮球的道理 尤其此时的他又已经超过200公分 他的运动能力又不错 所以自然就成了篮球校队的一员 甚至一度表现了要比他的棒球还好 让人不惊动怀疑他是不是选错了方向 事实上兰迪在高中初期 棒球表现还真不怎么样 小时候他因为起步了早 能比同龄小孩还出色 但到了高中这个逐渐成熟的阶段 很多选手其实就追了上来 反倒蓝迪出现停滞 造成这状况的主因就在他的 控球 控球是棒球投手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棒球有所谓的好球带 一般来说投手要将球从投手球 投进本蕾版的好球带才算好球 不然打者可以不回棒让他变成坏球 累积4个坏球就能自动上蕾 就会增加打击方得分的机会 而好球带虽然是一个长宽各有数十公分的区间 但投手球距离本蕾版有18公尺 在投手球上看好球带就会非常小 也因此将球投进好球带其实并不容易 这就考验着投手的控球能力 控球好的投手也才有机会成为职业选手 而控球就是蓝迪的一大造门 让他在投手球上的表现总是起伏不定 但他却有其他几项优势来弥补 其中一项就是他的球速特别快 他很轻松就能将球投上90英里 比当时的高中生投手还快得多 甚至当时的职棒投手 普遍也就只能投到90英里左右 因此蓝迪的球速其实很有水准 另一项优势就是他的投球姿势 因为蓝迪从小就喜欢模仿电视上的投手 尤其是模仿当时弯曲最著名的投手 韦达布鲁 韦达的投球姿势是常见的四分之三投球法 就是手臂会以倾斜的方式将球投出 但蓝迪的身材异常高大 同样用四分之三的方式投球 他的出手点就会比其他投手都高得多 那对控球本来就不好的他来说 就更不容易将球投进好球带 因此他的投球比起正常的四分之三 其实更接近和身体呈现直角的侧头 而侧头多数时候比正常投球还让打者难打 因为球是拉到身体外侧做投出 对打者来说球就像是从外侧冲进来一样 而非正常的直线投进来 视觉上的判断可能就会有误差 因此就会对投手有利 除此之外蓝迪还有另一项优势 觉得他其实是左撇折的投手 一般称作左投手 棒球世界就跟现实世界一样 是右撇折居多 当打者习惯了右投手的投球时 就会对左投手感到不适应 当这些优势加注在蓝迪身上 就让他即使控球不稳定 也还是有他上场投球的价值 事实上蓝迪就靠着快速球和形同侧头的投球 慢慢征服了高中比赛 他平均每一局都能三振掉两名打者 也就让打者在无法碰到球的情况下出局 他的球不仅只要是好球就几乎打不到 就算是坏球也会因为判断误差 而有引诱出棒的效果 所以打者在面对他时 只有一球莫宰 他现在在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 投出了完全比赛 一时也让他生命大兆 被视为是未来可期的大物行锈 尽管他的控球仍存在问题 但他的上限倒是令球探垂涎欲滴 他所需要的就是时间来精进自己 但能否回应球探们对他的期待 未来几年的发展将会是关键 高中毕业后 蓝迪马上就被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勇士队给向重 并打算立即给他一份5万美金的前约颈 然而他却拒绝了 原因是他的高中教练 不认为他该这么快就转职业 和前面提到的一样 蓝迪的控球还存在着问题 他需要的是时间开发 虽然说被大联盟的球队选中 未必代表马上就会登上大联盟 球队通常会将新秀送往小联盟磨练 等到实际成熟才会拉他上来 但小联盟可能混杂着资深选手 使得新秀表现的空间受到限制 或者球队可能短视尽力 随意对选手的打球方式进行改造 反而导致选手表现的更差 为了避免可能碰上这种事 蓝迪的教练才建议他 不要急着成为职业 而是到大学继续累积经验 他也听起了教练的建议 前往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就读 蓝迪刚到南加大时 过得顺风顺水 他不只延续了高中时期的投球表现 他也成了校园红人 应该说此时身高已经接近210公分的他 想不红也很难 尤其他棒篮双7 两项运动都打得不错 自然就增加了大家对他的好感 而棒球队里除了投手蓝迪 最受欢迎外 打者里也有一名厉害的人物 那就未来大联盟的拳雷打王麦奎尔 这一投一打 不只是南加大棒球队的核心人物 两人甚至还曾一起参加 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训练 也因此发生了一段趣事 1984年 美国代表队来到台湾打友谊赛 台湾棒球场上 不曾出现过像蓝迪这样的巨人 因此蓝迪也成了当时比赛的焦点 只是他的投球内容却法善可成 甚至连他过往的快速球也都没有吹出来 让他简直重看不重用 还因此被台湾选手调侃 说他长那么高怎么球数却那么慢 他小时候被嘲笑的梦叶顿时又涌了上来 并开始影响到他后续的表现 接下来他不只落选了奥运最终入选名单 美能和麦奎尔一起参加奥运 他回到大学后的表现也开始走中 先不说控球还是他的死穴 此时他的表现还很容易受到情绪波动影响 当他表现差时脾气就会变得不好 当他脾气一不好表现就会变得更差 完全陷入恶性循环 导致他大三赛季才偷了118局 就保送了104人次 也就是几乎只要他上场每投一局 就会有对方的选手站上雷包 站上得分的大门口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而他也生怕自己再投下去会自毁身价 所以在他得知自己又有大联盟的球队要之后 他就赶紧收拾了自己的行囊 放弃把大事念完 并毅然决然地前往职业赛场 就目前看下来 兰迪根本还没闯出任何名堂 甚至大学也投得一塌糊涂 感觉跟传奇运动员一点也沾不上扁 这场想并没有错 因为他本来就是著名的大器晚成的类型 兰迪转战职业后 在当时还存在的蒙特罗博览会队 底下的小联盟球队打球 并从1A联赛打起 美国职棒小联盟有很严谨的分级制度 在80年代时分为四个层级 分别是低层级的新人联盟和1A 中层级的2A 以及最高层级的3A 而兰迪就是从低层级的1A联赛出发 起初他的层级非常糟糕 就跟大学时期基本没两样 但毕竟这是他第一年打职业联赛 而棒球这项运动跟其他联赛不一样 大部分选手都会经过小联盟洗力 所以博览会队也不急 就让兰迪继续在小联盟磨练 后来他在小联盟的账面成绩开始变好 甚至每一年都能往上升一个成绩 并终于在转职业的第四年 得到了上大联盟的机会 一切看是进行了颇顺利 兰迪刚上大联盟的时候 他那高过场上所有选手的身高 让球迷大为震惊 就连他的大联盟队友也难以置信 脱口说出 你这个巨怪 而他的表现也没让身高专美于钱 他上大联盟的初登板 就找出了五局好投 为自己争取到了下一场先发登板的机会 而第二场比赛 他更拿下了九局玩投 也觉得他投得很出色 所以由他一个人投完整场 棒球是能中途换投手 并很频繁在换投的 所以玩投就说明他那场表现真的很好 然而这看似美好的开局 实际上却是暴风雨前的假象 兰迪大联盟的第二个赛季 一开打就马上遭受到了震撼教育 他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被对手打爆 他的控球又开始失控 使得不让汇队失去了耐心 直接就把他给送走 被从北美东岸给交易到了西安 成为西雅图水手队的一员 到了水手队后 他的成绩账面上有进步 为什么又说账面 因为他的防御率虽然有下降 也就是他每次出场丢失的分数虽然有减少 但他的控球却一点都没有涨进 他连续三年的保送数都是大联盟第一 而且还是远远把倒数第二名 甩在前头的超级保送王 所以就算他账面丢分变少 但他上场投球的胜率却一点都没改变 眼看自己在职业赛场已经打滚到第八个年头 成绩却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 蓝迪越投越怀疑人生 甚至开始认为自己根本不是打棒球的料 因为他总感觉自己长得太高了 在蓝迪登上大联盟之前 大联盟还真没有出现过像他这么高的选手 代表说要马这个身高的人都不打棒球 或是这个身高的人都打不好 而无法登上大联盟 而根据记录比较倾向是后者 棒球是一个需要手脚协调性非常好的运动 手长脚长的人协调性一定不会比较短的人好 这也是为什么棒球选手普遍约在180到190公分 而鲜少有人超过200公分 那更别说是史上身高最高 将近210公分的蓝迪 他终于意识到了这点 这就是他身为高个子的宿命 他会像其他高个子一样 消失在成群的职棒选手之中 蓝迪的职棒生涯 似乎要到了尽头 蓝迪对未来感到迷茫 但他此时遇见了一位贵人 证明贵人给的他的提点 完全改变了他的棒球生涯 那名贵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联盟历史三阵王 特快车 诺兰·莱恩 诺兰跟蓝迪一样是以快速球稳名的投手 也跟蓝迪一样经历过投球失控的时期 但诺兰后来慢慢能控制住自己的投球 也成了大联盟非常厉害的投手 他的经验就会是蓝迪非常好的借进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他改造了蓝迪的投球姿势 蓝迪在遇到诺兰之前 投球时前脚的脚跟都会先着地 造成他的重心不稳定 诺兰建议他改成全脚杖着地后 他的重心明显就变得比以往更好 而当重心一稳 投球姿势也会跟着变稳 那投球精准度就会提升 控球自然就会变好 诺兰这一提点不得了 让蓝迪有如大梦初心 多年来困扰他的控球终于得到结法 看来他不会像其他高个子一样 被迫离开球场 事实上身体重心变稳之后 不只让蓝迪的控球变好 还让他的球速也变得更快 因为他能更完全地对手中的球失利 他开始能经常性地将球速给吹上100英里 甚至一度呈测到102英里 这才当时已经是现役投手最快的记录 简直是继承了失业 特快车诺兰再现 但他有一点比师傅更有优势 觉得他那原本是劣势的高大身材 在他能好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后 反而变成了最有力的优势 因为棒球场上从来就没有这么高的投手 使得他投球出手的位置跟其他投手不一样 加上球速又很快 那打者就会很难打 有一项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 那就是 三振 三振是最能彰显投手 解决掉打者实力的方式 因为三振通常就会让打者 第三颗好球挥棒落空 或是根本就来不及出榜就出局 连上磊得分的机会都没有 三振的术语代号为K 取之三振的英文Strike Out中的K 而K也带有KO的意思 就好像在投手KO掉打者 让打者连起身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兰迪一被改造完 马上就在那一年投出了308K 同一年第二多的投手还K不到200人次 他足足比第二名多了112K 就知道他的K攻有多惊人 同时他的保送次数也大幅降低 比前一季降了整整30% 一再的说明他的控球变得有多好 只不过才隔了一年 隔了一个赛季 兰迪就判若两人 在此之前 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投手 但在此之后 他就已经是大灵魂当中 数一数二的赛羊奖级强透 熬了这么多年 兰迪终于突破了控球星母 虽然此时他已经迈入30岁大关 但对他来说 他的棒球生涯才刚要开始 事实上在棒球界有个说法 投手通常需要比达者 更多经验来帮助成长 所以30岁左右 才是投手的成熟期 因此30岁的兰迪 并不会嫌发迹太晚 反而正是时候 他要来主宰比赛 1995年 是兰迪第一次问鼎 最强投手的一年 他整记了表现 可是都找不到任何弱点 除了他擅长的K攻 依旧出色外 衡量投手好坏 最直接的数据 防御率 他更是以2.48 拿下大联盟防御率网 防御率顾名思义 就会投手防御对手 得分的指数 数字越低 代表每9局被得越少分 也就意味着越低 投手表现越好 一般来说防御率低于4 就是称值的投手 低于3 则是很出色 接近2或低于2 则是非常有异 虽然这项数据 在近年出现许多争议 许多人开始偏好看 新版的独立防御率 而非传统的防御率 但没关系 因为蓝迪这年的独立防御率 更是低到只有2.08 比传统防御率2.48 表现更好 但有些人又认为 独立防御率算比较准确 却无法反映他和其他投手的差距 所以应该要看标准防御率 那也没问题 因为蓝迪的标准防御率高达193 标准防御率的算法和前面两个不同 是以假设大联盟平均为100 作为基准值 高于100 就是优于所有投手平均 反之则是逊于所有投手平均 所以这张数据就是越高越好 一般来说超过150就算很不错了 那更别说历史上 没有几个人能超过200 所以蓝迪那高达193的标准防御率 同样也是让人心服扣服 事实上棒球还有很多衡量实力的数据 但已经不需要再一一列举 因为这年几乎全都有蓝迪称霸 也让他因此在1995年 拿下了生涯第一座投手最高殊荣 赛阳奖 赛阳奖就是专属于投手的MVP 代表他就是那年表现最好的投手 几年前还没有人想得到蓝迪能成功 但如今他已经坐上了最强投手宝座 而这还只是他伟大生涯的开端 所有人都将做好觉悟 准备迎接巨怪的到来 蓝迪虽然刚成为大联盟最强投手 但很快就迎来巨大的挑战 事实上在他问鼎赛阳奖之前 曾经有另一名同样被称作怪物的投手 甚至可能要比蓝迪还更强 但在蓝迪崛起的期间 他刚好陷入低潮 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 这才让蓝迪夺走的目光 这头沉睡已久的怪物也即将苏醒 他就是火箭人 罗杰克莱门斯 克莱门斯虽然没有蓝迪那样高大 但球速却不分宣制 K弓同样也非常了得 说实话比起蓝迪 克莱门斯恐怕才更像是诺兰的继承者 蓝迪在1997年投出了291K 拿下了生涯最佳的20场胜头 防御率更写下生涯新低的2.28 这近乎完美的表现 却只在这年的赛养奖票选名列第二 原因就是出在克莱门斯 因为克莱门斯竟然能投得比这个成绩更好 蓝迪291K 克莱门斯刚好292K 蓝迪20场胜头 克莱门斯刚好21场 蓝迪防御率2.28 克莱门斯只有2.05 蓝迪几乎已经投出了生涯代表年 结果克莱门斯每一项数据都比他更好 那可想而知赛养奖就会被抢了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成就 蓝迪同样也被克莱门斯给比了下去 那就是 单场三振次数 蓝迪在1997年曾缔造单场19K壮举 并且还不是只有投出一次 是两次 要知道一场比赛能投出超过10K 就已经是很厉害的表现 单场19K历史上更是只有两个人能做到 一个是蓝迪 另一个是 对 就是克莱门斯 克莱门斯是史上第一位达成 单场20K创举的投手 而且也不是一次 是两次 也就是从各方面来说 克莱门斯都略优于蓝迪 不是蓝迪不强 只不过克莱门斯比他更强 克莱门斯果真也是头怪物 但也因此刺激了蓝迪变得更好 尤其是 投球局数 蓝迪想要更多更强大 事实上虽然蓝迪克服了控球弱点 但他还是有个小隐忧 就是相较同时期各队的王牌投售 他的投球局数并不算多 这就让他在传统数据上不占优势 传统数据就是指账面累积的数据 与之对比的是公式化计算的进阶数据 但进阶数据是近年才受到重视 因此过去的奖项票选 多半人是参考传统数据 也就是胜头 三阵 投球局数这些 而克莱门斯又比蓝迪还耐超 累积数据就容易比较犹豫 那蓝迪自然就更难看他匹敌 所以他想把投球局数拉长 好让自己有和克莱门斯对抗的机会 然而最初却不怎么顺利 1998年赛季开打后 蓝迪就试着增加自己的投球局数 他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能投到近8局 一场未延长的棒球比赛就只有9局 所以8局就代表每一场比赛都接近玩头 也是他个人生涯最佳的表现 可是他的载质力却变弱了 投球局数变多 挥动手臂的次数变多 疲劳造成的代价就是威力大减 使得他上半年的成绩几乎回到了菜鸟水准 而碰巧这一年又是他的合约年 眼看蓝迪开始有走中的迹象 水手队就一直再犹豫到底要不要和他续约 直到季中交易大线的前一秒 才狠下心把他给交易到太空人队 而到了太空人队后蓝迪整个大复活 在下半年又回到了赛养奖级水准 当然也帮自己投回了身价 使了球季结束时 各大球团都找上门 希望能争取他加盟 他最后也以4年5200万美金 当时投手第三高薪的价码 加盟了柴刚创立不久 亚丽桑那响伟蛇队 响伟蛇队是一支1998年柴刚创建的队伍 虽然心却非常有野心 草创初期就招联到了不少明星选手 尤其蓝迪更是台柱 虽然此时蓝迪已经35岁 是正常运动员要下滑的年纪 但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大器晚成 其实并非是在说先前的水手队时期 而是他加盟祥伟蛇队之后 也就是他真正扬名立万的时候 蓝迪前一年才刚经历表现大幅波动 为了使自己更加稳定 他在加盟祥伟蛇队后 头球姿势又做了调整 他将原本接近侧头的三分之三投球发 改为正常的三分之三 也就是球出手的位置会比以往还高 这会造成一个特别的效果 因为蓝迪的身高非常高 所以当他用正常三分之三的方式去投球 会要比其他用三分之三投球的头手 出手的位置更高 也就是相对其他投手 他的三分之三简直就是由上往下扎的 一般由上往下扎的头发 叫做高压投球发 也就是手举的要比三分之三还高 这样能增加球的纵向位移的幅度 让打者不易击中球 只是这种高压投球法 球也更不易控制 但只有蓝迪的往下扎能用四分之三 所以他的控球并不会受影响 完全多亏了他那个过人的升高 而这样的改变 果真帮助他的生涯再创高峰 他在加盟祥伟蛇队的第一年 就投出了生涯最多的271局 隆登这一年大联盟的局数王 而且这次他的续航力也没受到影响 防御率还写下了生涯赤家的2.48 更惊人的是他的K攻又更上层楼 整季他K掉了364人次 是历史上单季三阵次数第14多的选手 排在他前面的 几乎都是上古时代百年前的投手 也就是那个良幼不齐 曾经仅供参考的年代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蓝迪的364K已经名列前茅 有这样的成就 当然也帮助他拿下了生涯第二座赛羊奖 加盟祥伟蛇队的第二年 蓝迪的表现几乎是前一年复制贴上 他的载质力只有真而无减 当然他也因此残年的投手最高输了 只不过他艺人表现突出 却不足以带领祥伟蛇盘上顶峰 于是祥伟蛇队在2000年的时候 又引进了一名王牌投手 柯特希林 希林是一名厉害的右投手 和强力左投手蓝迪搭档 一时也让这个组合堪称是大联盟最强的 左右护法 希林加盟后就跟当初的蓝迪一样 实力整个突飞猛进 仿佛就是在和同队的蓝迪较劲 他的投球局数 胜头数甚至要比蓝迪还多 让他因此在2001年的赛羊奖上高居第二名 只是蓝迪依旧是赛羊奖的得著 因为2001年完全就是他的年份 他在这年有许多惊人的事迹 像是在季前训练赛的时候 他就曾在比赛中投球打中一只海鸥 怎么刚好有一只海鸥飞过去 怎么刚好不偏不倚打中他 怎么刚好蓝迪是当事者 漫画都不敢这样画 这一幕不但是棒球史经典的一幕 也承认蓝迪著名的事迹之一 而例行赛的时候 蓝迪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次他终于挑战历史成功 在一场比赛中K掉了20名打者 并列历史第一 事实上这一季他也总共K掉了372人次 这不仅是史上单季第11多的成绩 他更是这前11名的选手中 三振率最高的高达13.4 这数据高得吓人 因为三振率达到9就已经很高了 代表假如一次投完9局能K掉9个人 也觉得每一局刚好能K掉1名打者 但蓝迪整季平均高达13.4 代表他每一局一定能至少K掉1名甚至2名打者 这在当时同样是历史最佳 完全建立起了他在三振领域中的威望 而蓝迪也不是只有例行赛表现好而已 他在这季的季后赛同样也寂静四座 这一年响尾蛇队终于圆梦成功 打上了大联盟的冠军赛世界大赛 但他们世界大赛的对手是百年老禁女 纽约洋鸡队 只是蓝迪先来了一季夏马威 以九局玩头玩风之之 只剑封锁掉羊鸡队的进攻率先夺胜 而羊鸡队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连下了三层反倒取得听牌领先 眼看香尾蛇队再输一场就要出局了 蓝迪当仁不让的再次上场掌管占局 第六战在他的出场下 香尾蛇队气势大震 以15比2打爆羊鸡队 第七战蓝迪更少见的以后援身份上场 帮助香尾蛇队锁定胜利 拿下了2001年的世界大赛冠军 每次香尾蛇队取胜都跟他有关 让他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大赛MVP 并更以三连霸的姿态 再度连装赛羊角 蓝迪连年稳定又持久的表现 让人一时间都忘记他已经快40岁 然而他的巅峰还没有结束 他在2002年时又投出了生涯新高的单季24胜 是他第一次成为大联盟渗透王 同时他整季的防御率2.32 也是大联盟最优秀 K掉334人次当然还是大联盟最多 这也让他成为了21世纪的第一位 同一年称霸圣头防御率3正的投手三冠王 这等成就当然也帮助他再拿下赛羊奖 使得他成为大联盟百年历史为二位 四联霸赛羊奖的超级强头 他生涯至今累计5座赛羊奖 同样也高居历史第二 毫无疑问的奠定了他在职棒投手中的地位 但要说已经如此具传奇性的他 还有什么成就是他没有做到过的 那恐怕就只剩下 完全比赛 2004年已经年满40岁的兰迪 本该是到了体能下滑的年纪 甚至前一年他才刚动过关节进手术 一般预估他的表现难以再回到过往 但他过去就在一片不看好中走过来的 他想再次证明大家的观点是错误的 所以他以40岁的年纪卖力在场上奋战 2004年5月18号 这天响伟蛇队做客到亚特兰大对战勇士队 兰迪是这一战的先发投手 勇士队派出的投手则 则是第四号先发 迈克·汉普顿 别看汉普顿只是名列第四的先发投手 他5年前曾和兰迪绞组过赛兰奖 并只以些微差距输给兰迪 他的投球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而这场比赛果真演变成一场投手大战 双方打线都被对方的投手压制 使得这场比赛打到第九局 比数都还只有2比0 汉普顿这场球其实投的并不差 他投满了9局只丢掉2分 在棒球定义上是一场优质先发 只不过他这场比赛所面对到的是历史 9局下半兰迪再次踏上球场 他不仅也要玩头9局 他前面8局还没有被打出过一只安打 没有被任何一个人上蕾 他要来完美的终结掉这场比赛 只见他先是解决掉第一名打折 让他以滚地球出局 然后又封锁掉了第二名打折 把他给K掉 这场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出局数 兰迪就要完成一项伟大的里程碑 他使出浑身解数 在良好球后来了一起98英里的快速球 三阵掉了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名打折 完美的结束掉比赛 他创造了历史 缔造了大联盟百年来仅仅第15场的完全比赛 全场欢声雷动 就连主场勇士队球迷都为他喝彩 因为一名40岁的老头兽 竟然还能够如此演出 这不只是历史 简直还是奇迹 2004年是兰迪最后的放手一搏 让他在这年的赛养奖票选名列第二 输给了同样老当益状的克莱门斯 2004年这座赛养奖对双方意义都很重大 因为在此之前 就是这两人拥有史上最多的赛养奖 克莱门斯有6座 兰迪有5座 而如果兰迪拿下这座赛养奖 他就会追凭克莱门斯共享历史第一 结果却被克莱门斯给抢走了 然而多年后根据进阶数据来看 这一年兰迪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克莱门斯的 就只是因为兰迪所属的响尾蛇队 在同一年打出了大联盟最烂的战绩 这场兰迪在奖项上没有受到青睐 也是过去奖项票选所备受争议的一点 响尾蛇队已经难有过去的雄风 于是在2004年赛季结束后 就把兰迪给交易到了纽约养基队 并于2007年又把他迁回旗下 这段期间兰迪终于显现出了老态 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屡屡突破年龄障碍 他的职棒生涯终于到了尽头 兰迪打算在最后一个赛季回到他的家乡 和旧金山巨人队签了最后一份合约 回到了旧金山湾区打球 也让世人知道 这里就是巨怪的法基地 纵观兰迪的职棒生涯 他总共投出了4875次山镇 就跟他的赛羊奖头衔一样 又高居在历史第二 导致没有人会把他看作是历史山镇王 但也跟当年克兰门斯强奏他的赛羊奖一样 只要仔细查看蓝迪的数据 就会发现他才是真正的王者 他长达22年的职棒生涯 平均每9局能K掉10.6人次 在所有投球局数超过3000局的投手中 没有一个人能望其向悖 他连续5个赛季都能K掉超过300名打者 历史上更是无人能出其后 他曾三度在一场比赛中K掉至少19名打者 十字今日也依然后继无人 他的山镇不止多又紧 让他毫无疑问的才是山镇界的权威 自从他退休以后 大联盟就再也没有出现像他这样 如此巨大又强大的投手 可说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兰蒂不只是长得高大 他还靠着强大的K弓 颠覆了高个子在棒球场上的印象 当身材不再是他的阻碍 反而成了他的优势 那他就会用山镇来让世人记住 他不只是身高最高 他也是棒球史上最厉害的 山镇之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